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古墓纪念教会举办第四任牧师邱美竹就任感恩礼拜 台湾太鲁阁族自治协会理事长铁拉游道监视邱牧生特别在感恩礼拜当中宣扬自治推动的进程 凌聚花莲县境内太鲁阁族人共事要争取台湾第一个台湾太鲁阁族自治区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古墓纪念教会 拒绝了修音箱万能箱简安箱和卓西箱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们来见证古墓纪念教会派任第四任牧师感恩礼拜活动 台湾太鲁阁族自治协会理事长铁拉游道也说明太鲁阁族自治区的进程 我们过期太鲁阁族正名的时候就是靠我们长老教会开始启动 那现在呢政府是有意要让严主民自治 那我们太鲁阁族成立了台湾太鲁阁自治协会 自治的目的是要追求太鲁阁族的坚言跟文化的平等 好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台湾太鲁阁族自治区协会监视穷生 也带来宣导太鲁阁族自治的理念 经历呢将近了19年 政府呢中央也合图呢 让我们成立了太鲁阁族的一个自治 我想这段工作呢非常的繁琐以及困难 但是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理事 我们在DELA我们的理事长还有所有的委员 都怎么样的花了很多的时间来为这些工作 这个是我们在2024年的1月28号台湾太鲁阁族自治协会 正式成立我们怎么样呢 目的呢就是要争取原住民的文化 经验平等落实在原住民的历史正义跟转性正义 并张悬在追求社会正义的一个基督的精神 我们要成立这个阿西奥通过所有的教会的墓长 还有刚到我们局势所有的信徒 大家通地合作 我想这个工作是有一天台湾第一个原住民 自治实在太鲁阁族 希望我们把大家未接近之情带导 未接近是努力 我们太鲁阁族的自治呢 正式启动我们的所有的工作 如果有一天台湾第一个自治 就是我们太鲁阁族 欢迎欢迎 台湾太鲁阁主治协会理事长联律表示 协会1月28号成立之后 也陆续展开礼节式的会议 来展开各部落的宣导活动 同时邀请新人的乡长 代表会主席和新人员来担任荣誉顾问和顾问团 这次邀请台湾太鲁阁主治区监视秋牧生 在台湾基督长的教会 台湾基督教会第10日的牧师秋美竹 竹篮感恩礼拜会当中 来向现今的牧师们说明 我们准备好了 希望我们能够凝聚共事 来为自治区的理念来努力 记得喜欢学习们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